我是狗派 蕭美琴是貓派 不管狗派 我賣派 都是台灣派 就算到了寵物展 也不忘把副手蕭美琴掛在嘴邊 要凸顯兩人作戰肩餅肩 只是隨著對手柯文哲的搭檔 吳新穎的國籍被討論 曾經有美國籍的蕭美琴也被解釋 要是林旭豐在臉書貼上2002年 蕭美琴選立委 為了換一張身份證的新聞 內容寫蕭美琴當時說 向AI廷申請放棄美國籍 過了幾天沒有身份的日子 講的就是這段過去 剛回到台灣工作大概六年了 一直在努力 開心亮出身份證 首次當上立委的蕭美琴 終於因為當選 可以拿到台灣身份證 1971年在日本出生的蕭美琴 雖然爸爸是台灣人 蕭美琴出生就有中華民國國籍 但蕭美琴的媽媽是歐裔美國人 同時也擁有美國國籍 在台灣讀完國中後 蕭美琴就一直在美國求學 2000年進入總統府服務 美國身份也遭受質疑 直到隔年選上喬務立委後 才放棄美國籍 只是林世鋒就頒出 總統副總統選舉 罷免法第20條的規定 回覆或規劃中華民國國籍的人 不得登記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網友就質疑 蕭美琴會拿到宣分證 是不是因為當初申請回覆國籍 蕭美琴大使於2002年放棄美國籍 網路留言已經被事實查額中心 認定為造假謠言 呼籲台灣民眾不要被影響 只回應早就放棄美國籍 但有沒有申請回覆國籍 沒回應也讓網友有繼續討論的空間 TVBS新聞陳出錢李正正 劉立成為家旗台北台中台風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